这本手札是记录了你追我这一路以来 我们的点点滴滴 第六天 彩香失踪的事 我为了弥补你 我们一起去游乐园玩 这算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第十四天 这是第一次 帮我游乐园的小朋友们 举办生日会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但是这一天 我却差点失去了你 第二三天 你连假日也忙着工作 我只好帮你带出办公室 我们一起去散步 球签 还一起吃了棉花糖 真的是圆满的一天 第五四天 我拒绝你 出去玩的邀约 你很失望 但是我很开心 因为你很在乎我 所以 我只是打扰你的外人 原来你是过意拒绝我的 那天 我本来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 跟财相说清楚 让他知道我的真心 剩下的我自己回去看吧 你不会想知道 我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上我们的 蜂蜜蛋糕 我们的缘分 就是从这个蜂蜜蛋糕 开始的 是那个小男孩 对 就是我 我知道那个小女孩是你之后 你就走进我的心里 而且再也出不去了 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 我先回去开会了 你不用怒我 我会给你时间 你慢慢想 你不用等我 你不是要开会吗 赶快回去吧 小心开车 好 对不起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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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哭了 我不应该把你平静 我忘记你一直很爱我们 很重视我们 我们三个小孩都一样 可是我却因为我的不成熟 说了那些话还说 还说你重男妻女 你一定很重心 关于假破产这件事情 其实我考虑了很久 我知道一旦我这样做了以后 势必会把你这十几年的梦想和目标给摧毁掉 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 就因为你表现得太好 我怕你越险越深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这么做的话 我不这么做的话 我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毁在我的手上了 你这么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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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很幸福了 我刚刚看你 这么努力地捍卫姐姐的感情 我想你一定很担心我吧 不是对我来说 家人好好的 历程好好的 我就很幸福 奴隆工作 照顾家人 这都没有错 但是如果要牺牲掉你的幸福 那就本磨倒置了 那要付出代价的 我就是那个代价 爸爸已经牺牲了 爸爸已经牺牲了 我不希望你再牺牲了 相较于你的幸福 李晨根本就微不足道 我很乐意拿李晨来 交换换你的自由 哪怕是我要承受你对我的责难 我都怨 爸爸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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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是爸爸对不起 爸爸没有及时拉你一把 才让你一步一步走偏 让你承受现在的痛苦 好不好 爸爸对不起 爸爸 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 好 你们两个赶快走 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不觉得你妈根本就不去安我 没有 我觉得我妈她至少不讨厌我 把你对她的怨气 一次发泄出来 发泄完之后 我们恩怨良平 一切重新开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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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打她 忘记你了